诗篇第116篇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恳求 因为他留心听我的恳求 我一生一世要求告他 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和愁苦 那时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耶和华有恩典 有公义 我们的神满有怜悯 耶和华保护余蒙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他拯救了我 我的心啊 你要回复安宁 因为耶和华永厚恩待你 主啊 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 你使我的眼睛不致流泪 使我的双脚不致跌倒 我要在活人之地 行在耶和华面前 我虽然说 我受了极大的痛苦 但我仍然相信 我在惊慌之中曾说 人都是说谎的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 向他还我所取的愿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 圣民的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 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仆人 你婢女的儿子 我的锁链 你给我解开了 我要把感恩计献给你 我要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 向他还我所取的愿 耶路撒冷啊 就是在你的中间 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我要还我所取的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